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减为较短的刑期的情况 比如将原判有期徒刑十年 减为有期徒刑八连 那么减刑是有条件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根据刑法第78条的规定 减刑的条件 首先是减刑的对象条件 减刑的适用对象 是被判处管制 拘役 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或者说是被判处 自由刑的犯罪分子 那么是不是被判处 自由刑的犯罪分子 都可以减刑呢 当然不是的 他们还必须满足实质条件 第一个实质条件 是在执行期间 认真遵守监规 接受教育改造 确有回改表现 或者有立功表现 这是可以减刑的条件 第二个实质条件 是在执行期间 有重大立功表现 这是应当减刑的条件 应当减刑也比较重要了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 应当减刑中的重大立功表现 指的是什么 它包括以下情形之一 第一 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第二 检举监狱内外 重大犯罪活动 经查证属实的 第三 协助司法机关 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 包括同案犯的 那么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二三点呢 与量刑情结中的立功 实际上是一致的 那么第四点是 是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第五是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第六是在抗预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第七是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情况 实际上这里所讲的实际条件呢 是罪犯的改造表现 而不是原判事实 它是监狱机关对罪犯在执行了一定刑法后 对罪犯的积极改造表现的一种 刑事鼓励措施 但这种鼓励性措施不可滥用 必须保持与维护判决尊严之间的平衡 因此呢 刑法设定了减刑的限度条件 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点 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经过一次或者几次减刑以后 实际执行的期限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第二 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经过一次或者几次减刑以后 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13年 第三 被限制减刑的死缓犯 死缓执行期满 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25年 缓期执行期满 后依法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20年 第四我们看减刑的程序 根据刑法第79条的规定 对犯罪分子的减刑 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 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厅进行审理 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 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 最后是减刑后刑期的计算 这里也比较重要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根据刑法第80条的规定 减刑后刑期的计算方法如下 第一对于原判、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的 减刑后的刑期从原判刑法执行之日请计算 原判刑期已经执行的部分 应当计算在减刑后的刑期内 比如假在2006年1月被判有期徒刑8年 在2008年1月因重大立功表现 而依法减为6年有期徒刑 在这种情况下 问假这个时候还需要执行多少时间 这里的6年刑期呢 就应该从2006年1月起算 减去已执行的2年刑期 还需执行4年有期徒刑 第二对于原判刑期无期徒刑 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 从裁定减刑之日起计算 以执行的刑期不计入减刑后的刑期之类 比如假在2006年1月被判无期徒刑 2008年1月因重大立功表现 依法减为18年有期徒刑 由于假以执行的刑期 不计入减刑后的刑期内 因此假这个时候呢 还需要扶刑18年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よろしく